举行分钟 我们下面的这个弓箭是一个举行的一个弓箭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举行弓箭的一个分钟功能 第一步我们切换到MPG模式 然后把转速旋转起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手笔 移动到弓箭的一个上方先 然后我们操作界面 进入F3编制设定 F1工件坐标器 F5分钟功能 分钟功能它有两个 一个是4点分钟 一个是3点滴晶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4点分钟 我们通过手笔的微调功能 我们现在先分钟S轴方向 对手笔的微调功能 谢谢各位 让我们回头 move 通到我们这个S轴左边边界之后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CG记录起来 我们按一下我们操作界面的PS1施定 然后我们通过手轮把这一轴抬高 移动到我们S轴方向的右边边界 同样的通过手轮的微调功能 来找到我们S轴右边边界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数据也进入起来 按一个我们操作界面的PS2施定 把这一轴抬高 我们现在来找Y轴的一个 一个两条边的边界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边界的数据记录起来 这一轴抬高 移动到另外一个边界 我们同样的把这个边界的数据记录起来 按一个F4 TY24D 然后接下来我们按一个辅助坐标 自动辅助 按4 这里有一个工件坐标号码P1 下面有说明 P1对应的是G50坐标 P2对应的是G50坐标 以此类推 我们目前是P1 那么我们这个分钟王的数据 举行的中心点 自动储存到我们G50坐标 我们返回 看一看 现在我们的举行分钟王的数据 现在也要自动 复杂到G50坐标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 跟踪完之后需要把ZADO抬起来 抬到安全的位置 就是举行分钟的一个使用方法 回来 brings 感谢观看